开放资料与您的生活点滴 身处数位时代 开放资料串联起我们的生活 变成一幅幅缤纷的画面 清晨醒来不用拉开窗帘就能掌握天气 观光景点大小百月 登山气象一直就能查询 因为有了数位发展的 选择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有了开放资料的应用 让每一天更轻松便利美好 以登山为例 台湾高海拔地区气候变化剧烈 天气成为登山风险管理的重要因素 民间科技好手妥善运用 气候环境主题开放资料 依所在位置排序各山月 查看温度 湿度 降雨几率 风向 紫外线等精简资料量的设计 在讯号微弱的山区也能下载取得 我觉得气象署的Open Data的网站 我们只要就是想到说我们想要接什么资料 只要上去搜寻就有了 那对于开发者来说都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成本 放资料就像是开启资料的多重宇宙 没有开放资料的话 我们可能要自己从各个气象站去搜集资料 但因为开放资料的关系 所以我也可以透过我自己的软体专业 然后就可以打造出一个 如何善又使用的理想的 登山气象的APP 开放资料与您的生活点滴